蜂蜜 嗨 各位母子女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副总编辑的莲世瑶 大家好 我是编辑安君 今天呢 又到我们早餐汇报的时间了 不过大家可能会有点好奇哦 我们今天到底在哪里呢 好像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棚内版的早餐汇报 对 我们终于有看起来非常澎湃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早前会把我经历了快两半时间 终于出现了第一位干爹咯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叫做Main Cave Burger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以汉堡为主的一家餐厅 它的位置在大概明泉东路跟吉林路口的附近 但当然它并不是开早餐时间的 它其实是开晚餐时间一间店 那我们待会再来吃给大家看 我们还是先回到正题介绍一下 音乐的时候 Music Read 上面到底有什么样重要的新闻 还有你应该知道的新闻有哪一些 Music Read News Top 5 第五名以智琴扭转生活的中国农村 中国河南省有一个县叫做雀山县 这个县全县都有智琴的工厂 而且他们的智琴工厂的工业 其实一年是高达20亿 非常漂亮的一个产食 对 据说全球十八手工顷里面 就有九把手工顷是来自他们这里 而且剩下了一把搞不好还是大陆做的 因为其实这个提琴之香啊 不只是雀山县 在其他很多省份也有这样子的名号 所以可见现在大陆的智琴实力多么强大 即便像去年疫情影响 但他们的产值还是非常的高 那第四名的新闻呢 是菜鸟球员靠音乐才华进入NBA 那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哦 因为这个是讲去年的NBA选秀啊 最后选出来的一位球员呢 他叫做奈吉 他其实本身呢 从小就学钢琴 他后来被选入了丹佛金块队 因为他在选秀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他会弹钢琴哦 然后他就秀了一段给大家看球队的高层就 非常中意他这个才华哦 所以就选了他 当然这个篮球还是他的主力 身高两百多公分非常的高 可是呢 因为有这个钢琴的才华才让他从全部的这个拳里面凸显出来 看到他一些不同的表现 对据说变成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分项 大会在中场的时候弹过钢琴 就在开秀他的情谊 蛮有趣的一个新闻 再来第三名的新闻呢 这个新闻那时候po出来的时候 网路上的回响非常的大 就是拉图要在2023年到24月季的时候呢 接下巴伐利亚广播掌音乐团的位置 因为大家都知道杨颂斯啊 在前年的时候过世了 杨颂斯因为他是很突然的离世 我们不知道下一二指挥是谁 所以大家也很关注 碰了一段时间 对就没想到突然有一天 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就宣布说 下一任指挥是拉图 那个宣布我觉得大家有点意外 因为其实拉图之前呢 他离开柏林爱乐 有某程度是因为他要投奔这个 诸国 对伦敦交响乐团 就没想到才投奔 就是到2023的话 差不多五年 对五六年而已 欸竟然就要立刻再投奔 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 不过这个背后啊 我后来看到一些报道在讲 这跟那个英国脱欧 可能有一点点的关系 不无可能 对因为就是脱欧的话 对他而言他来往啦 英国跟其他欧盟国家 其实是非常麻烦 而且像拉图的孩子 他们都是在柏林 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柏林念书啊等等 所以其实对他而言 在德国的乐团 他可能是反而方便 对生活上也比较好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这样 这个消息 大家的反应我觉得不一定是 乐观的 对因为 不好说 对很多人不一定会喜欢 拉图的指挥风格 但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他可以带来什么样新的气象 对我们也预告一下 刚刚提到八广的上一任 丑席指挥杨颂斯 他离开我们差不多一年忧郁了 很快呢 也会出他的最新转机 请大家期待 对可以密切注意 我们的母子女粉丝团 那再来第二名呢 是叫做 E-Note 数位化乐谱的一切 它是一个App 那其实现在我们去听音乐会很常看到一些音乐家 他们会直接用这个平板 来当成他的乐谱 然后用脚踩的 那可是这个E-Note 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觉得更厉害了 因为他不只是看乐谱而已 他还可以把上面的乐谱 所有的音符啊 全部都自动化的拆解出来 对他还会自己转掉 对所以我就想说 哇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 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读者很多都是跟音乐相关或是音乐人 所以对这个新闻也是非常的关注 最后到Top 1了 唉这个新闻其实讲起来也有一点悲伤啊 钢琴家傅聪在伦敦染疫事实 它其实是去年底 12月29号晚上的新闻 那个时候我早上起来一看到 那时候还很犹豫 想说这是真的吗 因为前几天才传出傅聪感染疫情的消息 然后那天起来就看到说他去世了 那后来波兰的肖邦学会 他们就有po了说傅聪离开我们了 大家都非常的觉得很哀悼 虽然他也已经86岁了啦 是年纪蛮大的 可是你可能会想说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他说不定还有更长远的路可以走这样子 而且其实2020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啦 已经过得太沉重了 在快要过去的时候 傅聪竟然离开了 安俊看到的时候也是不敢相信 不过就希望呢 我们挥备2020年 和2020年还要没有什么 让人比较振奋的消息 那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你应该要知道的三则行文 Mudique Read News Spotlight 接下来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三则 虽然不是在排行榜上面最前列 但是也想跟大家多探讨一下的行文 第一个呢 是盲测住平权 所谓盲测 在乐团的面试上面 指的就是一个隔幕面试 也就是说 希望评审委员在隔幕的情况之下 不知道在前面演奏的乐手是谁 这样子就可以保障他 不受各种因素左右 而得到一个公平性 但是呢 问题就出在这个平权的平权 其实呢 也是2020年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因为佛洛伊德安之后 引起美国又一波种族 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新闻呢 它其实比较有趣的是 它找了都是线上的音乐家 或是乐团的管理阶层指挥 来去提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大家讲到最后 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结论啦 也有人是说 他很支持不要盲测 因为他反而可以刻意地去 让他的乐团多样化 对 就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 可能还是会稍微再烧一下 然后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那他们其实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是 盲测这个东西 不但是黑人的受访者提到 包括像指挥行政人员都提到 盲测这个东西在美国其实是个神话 它不是真的全部都盲测 很多乐团是没有盲测的 如果讲到平权的话 就变成其实我们必须要先看的是 所谓的古典音乐这个艺术 我们要界定它 如果在美国这些艺术界的人认为 这是一个白人的艺术的话 那就不需要去讲 有所谓的种族多样型之类的问题了吗 所以其实首先是 要看他们的看法怎么看 然后盲测其实未必有全部执行 在他们受访的这11个人里面 大概基本上少数族裔跟黑人 都是赞成不但要盲测 而且更需要的是 乐团名额上面要有保障 其他的话呢 可能就提到了别的意见 比如说不但从乐手啦 甚至是演奏的曲目 做曲家这些都要去改 才会达到不同的效果等等之类的 那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讲英国脱欧音乐家 要面临的签证问题 我想这个呢 就我们刚才也稍微提到了一下 就跟上拉图 他为什么选择 离开了英国是有关系的 因为当英国在欧盟里面的时候 在欧盟国家里面呢 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个90天的免费签证 那这样子的签证呢 就方便表演艺术者 包括音乐家可以互相在各国之间往来 不需要特别签 他就可以去工作 但是现在英国不是欧盟的意愿了 所以呢 要免签还是可以 但是不能够从事公开的商业活动 那这样子几乎乐手都不行啦 法国跟爱尔兰目前还是允许的 但很多国家在这方面还要再商讨 就他们要一个一个去弹啦 其实非常的麻烦 对 那最后一个呢 是音乐你的助跑力气 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实用项的东西 就是跟大家讨论说 在我们运动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音乐 比较适合搭配在运动 跟你一起运动的音乐 那既然是要助抛 在研究上面呢 他就提到说发现 大概是每分钟150到180BPM 这样子的音乐呢 跟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需要的身体频率是相合的 这个大概有运动过的 跟都有经验 如果要搭配运动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 要跟你的动作可以合拍得了 对 而且有时候会不自觉地跟节拍 跟着他一起过步 对 所以有时候不要听那个 突然变动太快的 可能就会越跑越快 或是越跑越不规则 好 那今天呢 这是我们早餐汇报 那我们等一下讲完之后呢 就要赶快来吃这个 看起来非常好处的汉堡了 那母亲早餐汇报 下次再见咯 拜拜 耶 送你去吃了 而且刚刚讲的时候 一直就闻到它很香 对 对我们最后那一段没有讲 都忘记我们还 嗨 今天早餐汇报大家喜欢吗 我是蛮喜欢的啦 那如果喜欢的话 帮忙按个赞 或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有热锡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我们继续早餐汇报 下次再见咯 好 好 好